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纸板的末端也有一个 其实这种镶嵌分隔就是四二式的镶嵌分隔 同样鲍鱼墓背会体现在它的英红花环之上 它的纸板fingerboard和它的琴桥bridge都是采用的乌木 那么深色的乌木之上同样有四二式的雪花和钻石墓背的镶嵌 那么它的上弦枕nut和下弦枕settle都是采用的骨质 在我握持的感觉上弦枕的宽度经过实际测量差不多在43毫米左右 有效弦长它的核心参数在645左右 因为物理空间小的筒形它需要更加稍微长一点的张力 来加强它面板的弹跳 它的背侧板back and sides采用的是East India Rosewood 东印度的玫瑰姆 玫瑰姆搭配云扇的声音是那种非常清晰的声音 我们可以看到在它的前头除了Eastman的logo 还有一个custom藤曼的墓背的镶嵌 卷弦器方面则是采用了高净准笔的日本的高头卷弦器 它的琴形Nake采用的是Mahogny 桃花星木 Satain 哑光的工艺配置 那么琴体呢采用的是Glass 高亮光 那么这一支我收到的这支评测的E40 OM呢 它是Eastman和Britiawa公司进行合作以后的第一支 采用的阴凉的消洁工艺 采用的是宝石化的这种工艺 它的声音到底怎么样 我们待会儿来听听吧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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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